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快六百年这么长的历史 可是我觉得因为他虽然他起起伏伏起起伏伏 他的那个演出的那个情况 可是他一直有一种很强韧的生命力 还可以回春的 rejuvenation可以回春的 所以我觉得昆曲有他的一种青春生命的 所以我希望这个昆曲他虽然很老 但他的演出不能老 他的表演不能老 他的剧本身很老 可他表演应该有他青春的生命 我们用年轻的演员担当主角 来演一个四百年的 汤县祖的三生路 讲述一个青春的梦想 这个可能就是说直接的表白 但是随着随着我们的理解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青春版 附入了一种时代的概念 因为我们感觉昆曲是需要观众的 那我先就是教一个 就跟脚配合起来的 双指的动作 就先直左再直右 眼睛要随着手 手动 手到哪 眼睛到哪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那小生的站姿就是这样了 青春版牡丹廷的成功 首先是他的青春的创意 这个创意不简单 起先我反对 因为传统文化为什么要青春创意 牡丹廷是牡丹廷 它还有青春版和老年版 所以他们来请我合作的时候 我是抱着怀疑的这样一种姿态的 我并没有很认真的投入 我只是在身腔上面我来把关 但是后来他们看到他们非常的敬业 而且看到了成功 这是不容易的 谢谢 喜欢我们的师父啊 对了 05年就看过这个 哦 现在就看了 对 好看啊 谢谢您 谢谢 你们都喜欢吗 一人一个 一人一个没办法 太多人了 太多人了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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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喜欢我们的戏吧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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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对对对 谢谢啊 谢谢啊 因为他们其实很多 有些根本没有没有结束过昆曲的 有些发生过去那么美 所以对于这个昆曲的这个演出呢 很热烈很热烈 那么这个 他们这个 比如说我们在北大 我们在三十多个学校就去过了 每次都是满满的 满到有时候 在有些大学 比如说这个 有些大学像南开啊 只能坐一千三百个位置的 挤进去呢 走到上面 咱满了人 坐了地上去 然后 然后 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 怎么能够成功 因为他们 在生活中 没有任何经历 中国昆布 任何种 中国昆布 为什么他们爱了 种种 有些人 有些人 我认为 很多年轻人 在这些人 他们知道的 中国音乐 他们知道 中国音乐 这些人的 中国音乐 在这些人 在 在画面 在画面 中文化 和文化 在文化 没有在看电视 他们会没有 在看电视 在 文化 在 那些老教士们每一步都走得很对 每一个字都唱得很对 但是了不能动人 感动不了人 而那些新出的小声小淡长得很漂亮 他有时候唱错 有时候走的不是那么一回事 但是他能吸引观众 他能引来掌声和喝彩声 这就是青春版的意义了 选了二十几岁的演员 选了于九龄 沈丰英 以及一大堆的青年演员 他们来演 也许他们在技术的上面 还比不上他们的老师 但是他们在艺术上面占了优势 他们在观众员的上面占了优势 这是成功的另一个方面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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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